如图质量10公斤的物体 放置于光滑的斜面上 同学光滑关键字圈起来 就是这个斜面没有摩擦力 好并以平行于斜面向上的力F拉枝 它说要你回答底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这个F是10公斤重的话 加速度多少 来题目那个括号里面有一个关键字 它已经告诉你我往下滑的力 我往下滑的力是5公斤重 题目告诉你它往下滑的力 那这个斜面是光滑的 就是不用再考虑摩擦力的 那我们知道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F等于MA老师再跟你提醒一遍 你一定要养成习惯提醒自己 它是最后的合理 好所以第一小题 它的力气是往上10公斤重 可是往下 往这个斜面下滑的分力有一个5公斤重的话 所以你一定要扣掉这个多少 5公斤重 这才是最后的合理 那你要知道 F等于MA的F要带牛顿 这是公斤重 所以这个乘9.8的意思就是改牛顿 质量 这个物体的质量是10 请问这时候的加速度多少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算出来的话是5乘以9.8乘以等于10A 等于10A 好这个约掉2 2再跟9.8约掉4.9 所以这个A最后的加速度A就等于4.9 你说老师那方向怎么办 方向就看谁合理的方向 因为这个比较大 这时候F往上的力气比较大 所以他这个加速度是往上 你还记不记得 加速度的方向一定是跟你的合理 这个一定是跟这个同方向 一定跟合理同方向 然后加速度是用来改变速度 速度跟位移是同方向 你不要弄错了 加速度是跟他的 是跟合理的方向的 好 这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他问什么 他说如果我现在的势力是变成3 我只有3公斤重 这时候他的合理重算一变 这时候合理变成5减3 5减3这个变成他比较大 所以这是公斤重 一样乘以9.8会等于10乘以A 这时候你的A算出来 这里是2 约掉5 好 问题来了 你这个算出来的话 你这边算出来是4.9 这边的合理我们算出来 最后的合理 这里2约掉5 所以这里的合理是1.9 1.9545 1.96 1.96 原来的合理是1.96 好 没关系 1.96是什么 1.96它的方向是跟你的合理同方向 那现在是往下的力比较大 往下的力比较大 所以这时候变成往下滑的力 造成的加速度 所以A就会等于多少 1.96往下 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题目只是强调的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F等于MA 这个F一定是最后的合理 你的加速度一定是跟你最后的合理 那个方向同方向 这个题目是要建立这个观念 同学在考场的时候 不要只会带数字进去 而完全不了解它背后的单位 还有它的物理意义 这样很容易落入老师的现行 要注意的题目 利用快速闪光照相 每1.20秒闪光一次 对一个做加速度运动的指点来照相 得到这个图形 好 同学看到图形 你看到从A 从开始那个点开始 一直到我们的D 它的间隔距离是不是越来越大 好 从D之后 D到E E到F 这个间隔距离都是12 12 所以关键就在这边 它问你说 请问从哪一个点开始 不再受力 不再受力不代表停止 不再受力如果在没有摩擦力的状况下的话 不再受力它是等速度 所以接下来从D点之后 它开始就等速度了 所以从D点之后不再受力 第二个 问你受力的加速度是多少 来 这个老师在前面几题 有跟同学提醒过 还记不记得 间隔距离乘等差 现在你看一下AB跟 VC的间隔距离公差 VC 减AB 后减前 变化量都是后减前 所以这个地方多少 9减7 这是多少 两单位是什么 公分 好 单位是公分 因为它题目讲单位是公分 所以加速度会等于公差除以时间间隔的平方 问题这个时间间隔你要搞清楚 A到B的时间是两格 A到B跟B到C的时间都是两格 一格是20分之一秒 两格就是10分之一秒 所以你要小心 有时候题目会给你两格 有时候会给你一格 所以关键就在这边 好 所以带进去就很简单了 单位就是200公分秒平方 好 这是加速度 接下来它问你受力多少 来 F等于MA 小心喔 这个又在考单位了 质量 它说这个物体的质量是两公克 小心 它故意给你一个两公克 可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要算几牛顿的话 这里要改成公斤 所以两公克 老师这边特别给你强调 这里要除以1000 两公克要改成公斤 然后加速度 加速度200公分秒平方 我们要除以100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加速度 要用公尺秒平方 这个题目的注意的单位 注意注意注意这个单位 好 所以这个地方 要特别单位搞清楚来 好 所以这里约掉 这两个零约掉 所以4除以1000 4除以1000 所以说0.004公尺 这是公斤乘以公尺秒平方 所以多少 0.004牛顿 所以这里受力就是0.004牛顿 好 这个题目同学要注意一下 只要是打点出来的间隔距离成等差 就是一个等加速度 那老师再跟你提醒一遍 加速度有可能正有可能负 关键就知道这个间隔 一定要后面的剪前面的 看间隔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好 这个题目介绍给同学 百克体积1000立方公分的木块 在水中由池底上浮 是回答下列问题 请问木块在水中的浮力是多少 很多同学看到这种题目还吓一跳 老师这个地方怎么又出现浮力 为什么不能出现浮力 浮力也一种力气啊 对不对 只是我们当时在二年级学浮力的时候 单位是几克重几公斤重啊 现在改成牛顿 好来 基本的 成体的浮力还记得吗 排开水的重 阿基米德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地方的浮力 它的浮力 就会等于多少 1000 来这个体积 这个体积是1000立方公分 然后它这个放在水里 所以水里的密度是1 这个体积是Cm三方 所以浮力就是1000克重 尤老师哪以前我们浮力 都是讲几克几克而已 因为二年级还没有切割质量 跟重量那么清楚的时候 你可以质量就是重量 重量就是质量 可是这里很清楚的要告诉你 质量是质量 重量是重量 它是不同的物理单位 重量是因为你有质量 感受地心引力造成什么 重量的 好所以这重量是 就是一公斤重 一公斤重就是多少 9.8牛顿 所以第一格 它所说的浮力是9.8牛顿 好9.8牛顿 它问你这时候加速度多少 问题来了 这个浮力 我们浮力是向上的 液体给物体的浮力是向上 老师有跟你强调过 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垂直方向的运动 一定要特别小心什么 重力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重力 拿出来 这个重力是往下的 好 那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F等于MA再强调一遍 是最后的合力 所以就会等于这边的浮力 扣掉什么 扣掉你的物重 MG 这里的浮力 我们已经算出来 9.8牛顿 那物重呢 因为题目跟你讲了 它是600克 600克 就是0.6公斤重 0.6公斤重 这个单位不合 这也是牛顿 这是公斤重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乘以什么 乘以9.8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牛顿 好那同学 这个有一个小计算技巧 老师建议你 你先把9.8提出来 1-0.6 你不要0.6乘以9.8乘出来 然后在那边小数点在那边减 最后还计算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你把9.8提出来 然后1-0.6 这样再算会比较快 你不要小看这种小技巧 程度好的同学对这种技巧 它是很很熟悉的 程度不好的同学 你如果算数人力又比人家差的话 你就没有分数了 这种考试你就不用比了 所以这种小技巧你随时随地都要提醒自己 尽量降低自己算数的错误 好这乘出来就是多少 来 392小数点两位 所以是3.92 小心哦 这是最后的合力 而且最后的合力 因为我们的浮力比较大 所以它最后合力是往上 最后的合力是往上 这是最后合力 会等于来 F等于MA 我们要带进来了 这是3.92 质量还是一样 0.6公斤重 所以这时候的加速度是多少 所以加速度来 小数点我们移过来 39.2等于6A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加速度 A就会等于多少 6.6.2 666.6.636 6.636 6.5 哇这个 没有整除 所以这次答案是多少 6.53没有整除 小数点425路 6.53公尺秒平方 而且它的方向是什么 它的方向是向上的 最后的合力加速度 它的合力加速度方向是向上的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这一种题目算出最后的合力 合力之后才能带进来 这种题目在我们 特招里面 特别招 特色招生里面这种题目 出现的几率非常非常之大 因为 上了高一的基础物理 都是在讨论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 一流的学府要挑学生 一定会用这种题目 来筛选学生 所以同学一定要特别小心 这种题目 一质量为2公斤的禁止物体 受到一个16牛顿的定力 在没有摩擦力的桌面上运动 这16牛顿作用3秒之后 突然间这个物体爆裂成2块 另外一块还是被这个16牛顿 拖着走 然后另外一块自由飞去 自由而去 飞走了 那我问你 爆裂之后 这2秒 爆裂发生后2秒 就是爆裂完之后 这2秒 这2块物体会相隔几米 好 这种题目是什么 这种题目就是 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 刚开始是等加速度 最后他们两个速度在 某一个时间点一样的时候 一个做等速 一个做什么 等加速度 来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2公斤 所以这个加速度 16牛顿 F等于MA 它是16牛顿2公斤 所以这个加速度 刚开始的加速度是8 好 我们先看前 我们把它分成两部曲 第一部曲 就是我们今天 VT图里面 加速度从静止开始 加速度是8 这个力气作用多久呢 这个力气总共作用了3秒 作用了3秒 作用3秒的话 所以这时候速度是24 这2块的速度都24的时候 啪 爆裂掉 爆裂掉一分为2 一分为2 有一块质量 现在关键要看质量 质量是相等 有时候质量还不一定 不一定相等 所以同学要注意一下 那质量相等 那就没问题了 质量相等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原来是2公斤 现在变成 各1块 2块 每1块都是1公斤 所以我们要重新再算加速度 这里的加速度 这个力气还是一样 新的加速度 这一个是我们 另外1块 加速度 这时候的加速度 小心哦 这边是要带16 这边是带1 这里的加速度爆裂之后 这块有受力的加速度是16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哦 原来是24 爆裂的瞬间是24 它的加速度变成16 另外1块呢 另外1块它是什么 不受力 所以它就会把这个24 这一个速度 持续的等速度运动下去 好 它说这样经过了2秒 问你他们总共 距离差了多少 来这里2秒 这里是24 就是这样子 这么基本 一个 有受力 一个 没有受力 等速度运动下去 好 所以算面积了 来 24等速2秒 所以这是48公尺 这一块不受力的走了48公尺 这一块受力的呢 来 2 小心哦 2秒后再乘以 16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速度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有出速度24 所以这一个速度就是24再加16乘以2 所以 32加起来是多少 56 所以这时候 2秒末的时候速度是56 那这一块面积呢 不要忘了 VT图的面积代表位移 所以爆裂之后 这一块有受力的总共走了多远 来 T型面积上底 加下底 乘以高 这个高就是2秒 除以2 所以这一块继续有受力的 它总共走了多少 80公尺 80米 这里走了48米 这里走了80米 所以爆裂后 这2秒 它们总共相距 距离差了多少 48 所以相距 距离相差了32米 所以2秒后 它们的前后距离 一个还是继续等速度 一个会 越跑越快 然后距离 2秒后距离 相差 32米 利作用于质量 小M的 静止小滑车 得到的加速度是A 经过T秒后 测得的速度是V 所经过的距离是X 今天如果在小M上面加一个质量大M的物体上面 同样用F力再拉一次 得到底下三种不同的状况 要你讨论在这三种状况下 大M比小M的质量比到底是多少 好 这种题目同学第一时间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他会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第一次做实验 我只拉着这个小M 那我得到的速度 时间跟距离分别是这三个 就是T秒的时候速度会变成V 走的距离是X 可是我第二次做实验的时候 我在这个小M上面 我摆了一个大M上去 我摆了一个大M上去 然后一样用F的力拉他 他说如果这时候第一个 走X距离的时候 走同样X距离的时候 需要3T 时间需要变成3倍 这时候问你这个质量到底是几比几 第二小题 他也是一样 但是他问的是 当我把这个物体拉到跟第一个 第一个速度一样的时候 拉到跟这个第一个速度一样的时候 我需要的时间是3T 这个一个是距离一样 跟原来的距离一样 一个是跟原来的速度一样 我也是需要3T 请问这个质量是多少 好第三小题 他问你 一样同样的小M 这个是大M 这个大M放上去 我一样用F的力拉他 分别三个小T 拉到我的速度是V的时候 所走的距离是4X 这时候质量分别是几比几 好这怎么办 这种题目一定都是用VT图来解 都是用VT图来解 所以来现在关键来了 原来的图形 原来的图形 我们的VT图就是等数开始 所以这个A 就会等于F除以小M 这个地方是T 这个地方是T 经过T秒之后这是V 那第二小题 来我们一个一个的解 第二小题 它现在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的面积 我的面积这个地方是X 我的面积 老实把这个图放大一点 它的面积也是要X 那我经过的时间 我经过的时间这里是3T 我经过的时间这里3T 那我请问 我请问这个时候 来我们这里的加速度是不是新的 这里的加速度是F除以小M加大M 那我们只要知道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图跟这个图只有什么样 就是距离一样 距离一样 所以来我们现在关键就是 用它们一样的地方挂等号 求质量比 那这里的V你要知道 这里是加速度 第一个实验 这个V是刚好是等AT 那这里的V呢 这里是新的 是不是等于A'T 就是这个加速度乘以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 第二小题 这个地方的加速度就会变成 F除以小M加大M 乘以什么 红色的这个3T 好 这里是这个地方 瞬间的速度 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 底层高 除以2 底层高除以2等于X 第二个图的底层高 3T 乘以 层高 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高就是这一个 这整坨 F除以小M加大M 除以3T 底层高两个要一样 为什么 题目讲的 它说 这时候它是X 它也是X 所以这里的面积 等于这里的面积 挂等号 当我另外再加一个质量上去的时候 加速度就会不同 加速度不同 我同样走 要同样距离 当然时间就会不同 所以根据这个图 来 我们看一下 约分的技巧要会 那因为你知道 我们这里的加速度一样 这加速度一定是什么 F除以什么 小M 所以我们先把T约掉 把T约掉 这都不要紧张 这个都可以约掉的 然后把这个F约掉 为什么 这里是F除以什么 小M 所以F约掉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一边全部都约到很干净 只剩下什么 M分之1除以2 这里呢 这地方 这里是2 这里就会变成 这里还有一个3 3乘3是多少 9 除以小M加大M 所以这个2 还分母的2还是约掉 所以交叉相乘 交叉相乘 9个小M 就会等于小M加大M 所以移过来 8M 就会等于大M 所以第一小题 大M 他问你什么 小大M比小M 所以大M比小M 就会等于多少 8比1 所以当我走同样的距离的时候 我需要3T 这个根据这个数字 我可以推得我这个 这一个M 就是8M 8M 好 这是第二小题 走同样的距离 给我的资料 我会可以推测 这个大M 就会等于小M的8倍 那第二小题呢 第二小题它是说 我要走到同样的速度 我需要 时间 所以我第二小题 还是一样 只不过现在题目改成什么 改成 变成V相同 来喔 我变成我要同样的V 我V要相同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为什么比较简单 我这里需要3T 我需要3T 那我这里的加速度 跟刚刚一样啊 也是什么 F除以什么 小M 加大M 这是加速度 因为它还是绑在一起 加速度还是一样 现在这个题目 为什么比刚刚简单多了 因为这里加速度 加速度 乘以时间 会等于V 加速度 加速度 乘以时间 会等于V 现在是变成 这两个要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挂等号 刚刚是面积一样 就底层高 两个面积一样 现在这个图 跟这个图里面 这个图跟这个图里面 是速度一样 那速度是怎么来的 这边的A 这边的A乘以T 所以这边的A乘以T 这是A' A乘以T 会等于 这里的A' 乘以3T 因为速度一样 速度一样 好 那A带进来 A是什么 F除以小M A'是F除以什么 小M加大M 因为两边都是T 这边是3T嘛 那我们这边有T约掉 这里还有乘以一个3嘛 好 那F也约掉 F也约掉 所以根据这个式子 我们就会得到 小M分之1 就会等于 小M加大M分之3 好 一样 交叉相乘 3小M 等于小M加大M 所以 大M就等于什么 两个小M 所以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根据他给我们的资料 第二小题 大M就会等于两个小M 所以 大M比小M 大M比小M 就会等于2 比1 所以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这个大M比小M 就会等于2 比1 2比1 好 所以这个题目 他整个精神在哪里 第一个是 我要走同样 100公尺 第二个 我是同样要拉到同样的速度大小 然后告诉你这些资料 要你去推测 你到底加了多少质量上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小题 他说我现在 加了大M之后 我速度 要把它拉到V的时候 我必须走4X的距离 请问这个状况下 到你倒推回来 我到底加了这个大M是多少 好 现在这个题目 我们原来的 原来的单一个小M的时候 这里的位移是X 速度V需要T秒钟 那我现在同心再画一个VT图 同心画一个VT图 我的加速度 我的加速度 一样是F除以小M加大M 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的面积 我的面积现在是4X 当我4X的时候 我走到问题来了 我走到这边的速度是跟这边一样的 那这边的速度是多少呢 原来的速度到底是多少呢 原来的速度是T乘以A 所以这个地方的速度是F 这边一样的地方你要超过来 因为他说速度是一样 这边的速度跟这边的速度是一样 但是因为东西比较重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拉更长的时距离 才能够加速到跟这个速度一样嘛 好 现在又要根据这个图形里面 我们要得到什么 得到大M跟小M的比值到底是多少 好 问题来了 因为这里是G 这个是 我们要把这两个图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把它拉在一起解除什么 小M跟大M的关系 跟刚刚上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跟上面的解法都是一模一样 好 现在我们看面积好了 最主要面积 这里的面积是这里面积的几倍 4倍嘛 那我这边已经知道高知道了 现在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这个地方的T 那你不要忘了 这个T会等于什么 这个T会等于我这边的V除以 V除以A' 我可以这样算 我这边算这个T 不一定是等于这个T 这是另外一个时间 所以我把它算出来 来 这个V带进来 F除以小M乘以T 这个是F除以小M加大M乘以T 好 那我们约掉 我们这里T跟T约掉 F跟F约掉可以翻上去 所以这里的T就是变成了小M 这里是小M 小M加大M 好 这里是时间 好 那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面积的关系 来 这里的面积 X比上这边是4X X比上4X 这个X是什么 底层高 F乘以T 底层高 哦 这个这个是高 这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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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底 底层高除以二 这里呢 这里也是底层高除以二 来看一下 这里也是底层高除以二 来 我们看这边 这个地方会等于 底 底在这边 底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是小M分之小M 小M分之小M加大M 底 底层高 底层高 这个 哦 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没有T 这里还有一个T 这T没有约掉 为什么 这边有T 这边是没有T 我们只是把它拿下来而已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T 所以这个是 这么 底层高 来 这里的高是多少 这里的高就是这一个 蓝色的线段 F 除以M 乘以T 好 底层高除以二 底层高除以二 这两个面积要等于多少 1比4 1比4 面积 面积跟面积的比 注意 底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其实你也可以算快一点 为什么算快一点 直接因为这两个是一样嘛 所以我们约掉 所以只要看这个底的比就好了 起始课用底的比就好 但是老师要从最圆头 为什么这样子告诉你 这样子你会比较清楚 再讲一遍 面积等于什么 底层高除以二 底层高除以二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着哦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嘛 因为他们是同高嘛 F除以M乘以T 他们高是一样 这高是V嘛 这里高是V嘛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 来 这个小心哦 这是M分之一 比上 来 这是M 小M加大M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这里还有一个M分之一 这个T都约掉 这T都约掉 二也约掉了 二也约掉了 好 所以这里M跟M 底下分 这个底下也都有M 所以1比4 就会等于 1比上 小M加大M 这里还有一个小M 小M分之一 这里会变成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小M 这里还有一个小M 除以小M 因为我们这里M约掉一个嘛 你看哦 这里约掉一个 这里约掉一个 还有一个 所以就变成这一个 只剩下这一个 好来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 来我们把它撑过来 这个地方1比4 就会等于 小M比上什么 小M加大M 所以4M等于小M加大M 所以大M就会等于多少 3个小M 所以大M比小M就会等于多少 3比1 3比1 很复杂的一个题目 老师是把最原始的 一路向子走过来告诉你 可是这个题目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有 这个是从最原始的 底层高除以2 底层高除以2 OK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老师刚刚在解题的时候 就已经提醒你了 因为这个地方最后的速度一样 所以高一样 现在高会一样 就是最后的V会一样 所以我现在面积比 我们就先写在这边 你看哦 快速的解法 面积比就会等于X比上4X 就会等于什么 来 因为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加速度 A T A T是等于V嘛 那V相同 A跟T是不是乘反比 A跟T是乘反比哦 所以我这个地方的A 你看哦 这个地方的A是乘反比 本来应该是来 我写在这边哦 本来我们的面积比是因为高一样嘛 所以会等于底边比 T 比上什么 T' 好 T'在这边 可是你不要忘了哦 T'这个地方X 比上4X 这个T是 因为它本身的 加速度一样 这个除以A会等于T 所以A跟T是乘反比 所以就会等于A' 比什么 A 所以我直接把它带进来 A'是什么 F除以 小M加大M 那A是什么 来老师把它画一下 A是什么 A是F除以 这个 中间有一个观念要转过来的就是 速度一样 A T嘛 V等于A T 加速度跟时间是反比的 你只要这观念那么比 转得过来 其实不用写那么多 你只要一转过来 这个约掉 所以我们就可以马上可以知道 1比4 就会等于 小M比上小M加大M 这个 导数嘛 所以小M比小M加大M会等1比4 所以答案就会到这边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大M比小M就会等于3比1 这个解法速度会比较快 可是它快的背后要有一个观念 在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高一样的状况下 因为V一样 题目讲的V V一样 它的面积比等于1比4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底边 这个蓝色的这个底边 T跟T'就是要1比4 那T跟T'又跟什么 加速度乘反比 所以我们就 T比T'就等于A'比A 乘反比 把它带进来 加速度带进来 这样的解法 速度会比较快 那如果你一下子转不过来怎么办 没关系 因为题目现在告诉我们的面积比是1比4 那VT图的面积最原始来自于哪里 底面积乘以高 你就把每一个底面积乘以高 规规矩矩的算出来 虽然过程中比较反 可是球有走的观念都一样 那你观念如果很清楚的同学 可以直接一步就可以跳到这边来 就可以马上知道 大M比小M就是多少 3比1 非常有技巧性的一个 整个题目这三小题就是 把整个VT图的观念融合在一起 速度一样的时候 有什么关系 面积一样的时候有什么关系 这个全部都是在考VT图的精神 同学一定要小心 VT图加F等于MA 非常代表性的题目 频率推这个AB两个物体 像这个图一样 光滑就是没有摩擦力 这种题目没有摩擦力 来 它说产生的加速度是4 请问这时候 F的作用力多少 好第一小题简单 因为F等于MA 小心这个质量是要两个合体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F等于 3加2乘以4 它加速度是4 所以4例多少 20牛顿 好第一小题 好第二小题是同学非常容易 乱掉 老师只跟同学讲一个 他要问你A B之间的作用力 就是A推B B推A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牛3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A推B B推A 对整个系统来讲 它我们就称为叫做内力 它是不会影响运动速度的 加速度的大小 运动速度的大小 比如说嘛 我们车子 车子本身在马路上开 你坐在车子里面 你拼命的压这个 压这个椅垫 你出力压这个椅垫 用力的压这个椅垫 你不会影响整个车子的速度啊 这叫做内力 这个同学你要特别小心 那要算这种内力的题目怎么办 老师只教你一个简单的口诀 叫做咔嚓 咔嚓 什么叫咔嚓 就是一定要把它切割掉 它这个力气才会 显现出来 所以咔嚓掉这里不要了 我们就留下B 好留下B 那B就只剩下A推B的力 那你要记得 咔嚓前的加速度是4 咔嚓后的加速度还是4 这叫咔嚓前咔嚓后加速度 我只是把它咔嚓掉 加速度还是一样 所以用来讨论它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也是两公斤 简单吧 所以A推B的力 马上就清清楚楚 表现出来的 2乘以4就是多少 8纽顿 而且它是什么 向右边 向右边 那作用力反作用力 那B推A的力呢 那B推A就是反作用力嘛 一定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就是向左 所以第二小题 所以第二小题的答案 A推B的力 就是8纽顿向右 第三小题 B推A的力就向左 那很多同学就会开始怀疑了 劉老师 你咔嚓掉难道不能算A吗 你看哦 我们如果咔嚓掉算A的话 答案一定会一样 一定也是一样 为什么来 我们来讨论一下 假设这是A 你咔嚓A 你还有这个力气哦 A这边有这个力气哦 所以咔嚓A的话 这个力气变成 来这个力气变成 这个黄色的力气 本来是A推B的 现在变成 B给A的力 这变成在这边哦 所以这边变成 这边是20牛顿 这边我们不知道X 所以它最后是往右边 所以代表这力气比较大 所以20-X 会等于 来咔嚓前咔嚓后 加速度不变 这里是3 这里是3公斤 所以3公斤带进来 加速度还是多少 4 所以你看哦 20-X 是不是等于12 所以X 一定解出来 一定也是什么 8 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题目其实就是牛3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计算体 只要考你整个系统里面的内力 你就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咔嚓 牛3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典型的计算体 介绍给同学 不计摩擦力 M1等于2公斤 M2等于3公斤 是回答下来的问题 好 这题目是滑车的整个变形 它说什么 M2 M2是2公斤 M1是2公斤 M2是多少 3公斤 好 它说这个整个系统被拉动了 没有摩擦力 好 请问这个时候加速度是整个是多少 来 你还记不记得 在滑车的题目里面要特别小心 是这个挂在这边的砝码 所受的重力 来拉动什么 来拉动 砝码加滑车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小心 第一小题 F等于MA 很多同学是找不到什么F 找不到什么是M 这个F就是我们这个红色的M2G 这个质量呢 你不要小看这个质量 是两个系统要一起动 所以这是M1加M2 乘以加速度 好 这个一定要带对 你这带错 后面就不用算了 好 所以这个很基本 来3乘以9.8 就会等于2加3乘以A 所以这个地方3乘以9.8 就会等于5A 好 老师在这边一样简单的 教你一个计算技巧 这个约掉0.6 所以你0.6乘以9.8就好了 0.6乘以9.8是588嘛 588小数点两位 所以加速度就会等于多少 5.88公尺秒平方 好 所以这个整个系统是5.88公尺秒平方 第二小题 他问你绳子的张力 来了 前面这个部分是牛2 就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F等于MA 接下来是考你什么 牛3 这个绳子的张力是传递力气 并不会影响整个系统 那我现在问你绳子张力 跟刚刚我们在算A跟B之间的作用力 反作用力一样 咔嚓 好 这个一咔嚓完之后 我们把它写到这边来 这个就是M1 这个绳子张力就出现了 那原来咔嚓前的加速度是5.88 所以咔嚓后的加速度也是5.88 咔嚓前咔嚓后加速度一样 那这个加速度5.88 谁产生的 就是绳子的张力 所以T就会等于 来M1 A M1是多少 2 乘以5.88 所以绳子的张力就会等于多少 7 6 28 16 16 11 11.76 牛顿 11.76 牛顿 这个地方就是绳子张力 这个是 这个 是可以整个算出来 这一个题目你要记得一些关键 就是因为绳子张力 我们称它叫做内力 所以咔嚓掉这个也都不要 都不要想它 就来算这一个就好 因为没有摩擦力 所以这个会产生加速度5.88 就是这个绳子张力 那很多同学跟刚刚一样 哎 老师 我有怀疑 如果咔嚓掉我算这边可不可以 可以 你咔嚓掉算这边可以 现在这个不知道这是X 这是往下的力 往下的力 让它跟往上的力造成这里的合力 所以如果你算右边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这个关联 这个是M2 这时候你的绳子张力 绳子张力变成在上面 你所受的绳子拉力 M2G在这边 所以你这时候你的合力 就会变成 来喔 变成M2G 所以你用右边算会比较复杂 不是不能算 比较复杂 会等于M2 乘以A 这个A还是5.88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会变成M2 M2因为这个是3 乘以9.8-T 就会等于这个M2是3 乘以5.88 做法一样 所以移向过来 移向过来 这个T 这个解出来的T 这个我们移向过来 T就会等于3 乘以9.8-5.88 3乘以9.8-5.88 乘出来的答案一定也是11.76 只是我咔嚓完之后 你要选哪一边 M2G